大家好,今天是10月27日星期五 星期一就是期指結算 所以今天的市場應該有跌,很多人轉創活動 北水方面始終是來得比較不多 因此這點是慢慢累積 希望累積多點,這點會扯上去 要扯上去,好像這點水平左右 這樣才可以叫真真正正好 我們看看這點水平和這點水平是相弱的 到這點時,我們才能看到 它又開始會跌下來 無論如何,這點暫時是一個好的小投資 今天由於市場是升了上去 因此變成升的板塊很多 很多人都認為,阿爺做點事都沒用的 又是升又跌又是甚麼東西 放心,一定要看看 你今天結婚 拜喜酒 明天就要拜薑雀嗎 正常的情況,你要等十個月之後 如果奉旨成婚就算了 阿爺救市不會奉旨成婚的 一定的支持是傷殘老弱,慢慢要補身 那些事情要看的 是看國內的經濟 當你很多其他的外行 已經將中國的下半年的經濟 調升了的話 你就知道 他們不能不承認 中國是開始逐步走出一個困境 走出困境不是可以大踏步 那些傢伙都很簡單 之前說你放水不夠 到你放水夠之後 你會有通脹 人民幣幣值是弱的 放心吧 人民幣幣值弱 阿爺最擅長的一件事叫管控 你夠膽就沽了 沽的時候看你會不會被人夾死你 阿爺曾經試過 你沽的狠的時候 一天夾你七八點 你不夾你三天夾了二千多點 看你還死不死 因為目前來說 人民幣雖然開始慢慢 在國際上流通 但是 還是很欣豬 阿爺要捏 就很容易捏得到 所以大家聽的時候 你又不要聽得那麼 被這些悲觀的言論去嚇倒 當然 我們現在不可以盲目樂觀 我們要看的是什麼 經濟好不好 經濟好不好有兩項問題 一 工業產出和出口好不好 第二 就業數據好不好 留心 中國現在這兩個月的就業數據 是看到轉好了 當然 數據轉好了 很多東西 在數字上 搬來搬去 這些 不再詳細說了 不過 你相信它好一點就算了 不信的 就不要買 沒有人要逼你去買 你去買的時候 要看看 好了 個別的股份 怎麼樣呢 升得挺好 是不是 很多都紅色 非常好 中芯國際 今天都要升得那麼多 再跟進去看看 其次如何 其次呢 我一直都說 是有一個見底跡象 最重要呢 就是這個 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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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個是收市價 是站在這裏之上 他今天的收市價 只要能夠站在現在的17222 當然呢 更高一點更好 這樣呢 就已經是 這個呢 是超越了之前 1 2 3 還有這個 這個要細心看看這個 這個 這個是 17173 如果這個 今天收到1722 這個收市價 已經升穿了之前 1日 2日 3日 4日 的 收市價 如果能夠 這個升多一點 這個可能要登到星期一 回來 或者要其次結算了之後 那麼 這個收市價 這個收市價 17252 今天其實 都已經見過的 17354 如果今天連這個都收穿了17252 不是 不是很多 是 交多了30點 17252 30點 那就已經是升穿了 1日 2日 3日 4日 5日 的最低位 那麼這個最低位是多少呢 這個最低位的收市位 是17256 啊 如果給得了一點 是17256的話 那麼這個最低位是多少呢 這個收市位是17252 又是17252 即使是17252 是一個很關鍵位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已經是升穿了這個位 兼打穿了這兩個位 那麼你說 是不是可以是後市看好一點點呢 所以呢 不要那麼悲觀 問題 你要買什麼股 好了 今天呢 就會是 建議什麼呢 建議可以留意 也就是中糧加 街匡啦 這三天都是有這個資金流入去買他的 那麼 那為什麼要 看他買他呢 8月的生豬的出欄量是少了的 升9月呢 他就升多了了 那他增出了呢 就增加了4.9% 那麼 國內的華盛證券呢 就漸級了 那他已經升了啦 那麼 那麼豬價呢 不是好像火箭 不是好像手機那樣 會升得比較緩慢的 升得緩慢的時候 不要緊 那麼我們就怎樣做呢 就等他呢 就是 他回回到 1.76 才吸納 回回到1.6% 我寫的時中呢 我就是提議這個股票 他仍然是1.78 那麼現在就1.77 那麼如果回到1.76呢 就可以去考慮 是吸納這個股票 那就是今天下午啦 現在1.77 那麼再跟著下午 跌到一個線左右 就可以吸納到他 然後就是 就是 指數於1.74 上面目標望1.9 預期PE 是12.56倍 周息率是2.14 那麼就好 大航比的投資評級2.25 有三間大航推薦 那麼在這方面來說 他未來三年的盈利呢 就是0.13 0.2 和0.19 好 每股的派息 預期就會是0.04 0.06 0.02 那麼這個呢就是那個歷史波幅 26.04 Beta是0.83 五月收低位1.63 五月收高位是2.71 有興趣的 可以等他跌多一個線 就跌了一個線 1.76 只蝕於1.74 上網1.9 其實成長這個中糧加階康 都還可以留著 孟洲的 2008 都是這樣 都是有些可以好的 這個可以大家去 心著了 因為孟洲我就沒有起 這裏有講到 第二隻可以考慮的 就是 蔡生藥業 蔡生藥業這幾天都是由資金去吸納 蔡生藥業最主要是為什麼說的呢 因為它是純利 就由中期純利升值18% 並且有回購股份的 那麼我們在這方面來看看 它那個 那個圖 它這裏升了上去 我看這個股票的時候 那時候它是 9.91 9.91 和現在的價位是相約的 那麼 我是覺得這隻就不同了 就算它升過了 9.97 現在是9.96 升過了9.97 就可以吸納了 上網是10.02 只市於9.65 它預期PE 是5.5倍 預期的周息率 是有2.25 大港比的投資評級是2 1.5是範疇 2.5是中間位 2是中間偏好一點 有兩間大港推承 未來三年盈利的預期 是1.65 1.56 和1.31 這個牌息 就是會有0.21 0.22 第三點就算不了 歷史波幅是49.64% Beta是0.77 即是大市動1元 其實動7.7 五二洲的低位是5.26 五二洲高位是11.99 有興趣可以讓它升潰了9.97 來吸納 然後止蝕 然後等這9.65 上網10.02 在這順便 橫撇一 每天的施政報告 昨天的施政報告 前天的施政報告 是說了 說有一件事很重要 是將香港發展一個 可以審批藥 粉和肉 的器械 醫療器械的中心 這個是很重要的 因為我們很多的藥 都要靠美國的FDA來審 大佬有沒有搞錯 你只有3億人 我們只有14億人 我們吃不死的 你不會吃得死你 是不是 所以呢 所以呢 這裏是開始跟中共方面 在配合 將香港成為一個 藥檐和審定的中心 若然如此的話 沒問題 我不賣給你美國佬都可以的 我只賣給中國的14億人 我都夠了 那我不用讓你美國佬拿來 拿這個貴的藥 印度 採你的傻 根本就蓋你一房就綁製藥 所以印度藥很便宜的 不過你不夠膽相信它 如果建了香港的話 醫療 你相信香港的醫療 最主要是一件事 特首說 香港人均壽命最便宜的 即是說 吃藥吃你不死啦 是不是 這樣的情況之中 就是可以怎樣做呢 開始 留意那些藥協股 特別是製藥的股 它將會有多了一個 可以是 認證的門檻 即是說 它不用讓你美國佬卡住 如果中國人做到 有了臨床經驗 治好人 在香港過了 那我已經可以在中國 賣了 不用讓你美國佬 看你美國佬面色 這些藥協股 將會 是必須留意的 好了 蔡生藥協股 如果有興趣的 可以等它升火了9.97 來給它吸納 上網就是10.02 只吃於9.65 好了 第二隻 我們可以看看 就是龍夫山泉 龍夫山泉 這幾天都有資金吸納 龍夫山泉的好處是什麼 業務簡單 賣水 賣水 可不可以 慘了水 現在在旅遊等等 是可以賣得很多嗎 現在龍夫山泉那個 大股東 成為中國方面的首富 當然 因為這些 樓房地產 都倒了 賣水也成了首富 真是可負了你 不過你見到價格 基本上都是 就是 打橫 沒有問題 在這裏放來移動去 在這個底 上面升 沒有問題 如果我們現在在這裏 最主要是 中期盈利 它升了25% 不知道為什麼那些人 喝多了水 25%的時鐘 幾乎可以望豪 現在今天 最高位 是44.4.5 很簡單 我一定加多一個線上 升穿了4.4.6 就賣利 升了4.46 買你的時鐘 上望多少 上望大致上 就是45.4 45.4就保利家通道頂 就好像這樣 正當地 從這裏升上去 沒什麼問題的 從這裏 從這個底 升回到這裏 是這裏的 但是 自動量又不是很多 只是幾個%左右 44.0 44.046級 不是升到4.5 賺1元左右 只要這麼多 因為這裏根本就是 正當地 正當地 好了 預期PE 它是44.57倍的 周息率就是1.87 但比投資的評級是2.3 2.356 有10間大空推薦給納 未來三年 每個盈利是0.91 1.06 1.06 1.21 以及派息是0.76 0.88 和1.07 波幅呢 平時波幅就是27.8毫 27.85% β是0.5 50低位是38.2 8高位是45.9 3 又是到這裏 45.4 我都計算45.4 那 這點可以有興趣 可以在44.46 賣入 看看它有沒有 好了 好了 再其中我們看看 就是 賣賣手則 就是這樣 到價只蝕要是 到價只賺要賺 因為現在呢 不能再 進來進去 看一看 第一個 是這個 昨天推介過的902 它今天是升了上去的 不過我說要這個 等回落才吸收 它沒有落到這麼低位 沒有買到 中國電力 那又是建議就是回落 很吸收 但怎知道它升了上去的 所以又沒有買到 那有一隻叫做偷博 偷博就是6個 建議6.45 是吸收的 那就 買了 那只屬於6.3 沒見到它跌下來 所以繼續拿著它 那一隻是東風 是集團 建議在3.24買入 已經將它的指示價推高了 去到3.24了 上面網是3.4 今天到了 昨天也說過 到價就很走人 因此應該當是3.4走了 那另外有一隻是 飛揚集團 唉死了 飛揚集團的時之中 就建議起1.22買入 去到1.09買入 就止蝕 上面網一個月半 看樣子都到不了 那現在這個一個月一毫半 那 暫時怎麼好呢 起這個位置先走了 蝕了它 那有隻叫做 金融國際 金融國際 建議起 10元 止蝕 今天跌穿了 蝕了 那還有呢 就是這個 是 五礦資源 1208 1208 1208 建議起 這個2.2 6買入 那就兩個半 這個是 Take Covid 這個是2.2 止蝕 現在上去兩個三樓三 那就很簡單 移上去 兩個二樓六 即將那個 止蝕位 移到那個賣入位 那跟著還有一個呢 是高位電子 高位電子就是 1415 高位電子 1415 高位電子 就建議17.5 買入 今天最低的 17.6 上面看 就是19元 那看樣子 兩顆 這樣起都不好 所以今天 走過去 18元就走了 未到 19元的目標價 好了 投資是有風險的 要讀思考 一個 todo 不 就 不 不 還是 說 以前 關 真的 要 全 不 不是 就 不